现在去了一些城市 就感觉到有些冷清 现在是国庆节 国庆中秋节 这都是还是比较冷清 其实是我住的地方就不害 总是感觉到国庆中秋 可能比不上这个五一那么热闹 不会那么热闹 就是热闹可能人均消费 可能也不会那么大了 比较人均消费可能更低了 凉凉了 为什么凉凉 因为大家都被掏空了 这三年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经济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消费自然就不稳定 现在的消费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周期短 第二个消费品质不高 这个餐饮店现在虽然都爆满 但是一天的营业额不低 至以前的四桌 从目前的订房来看 基本上都是 亚马大爱住了 可怜哈 中国经历过90年 08年等多次经济危机 但今年的经济危机 无疑是最大 也是最难解决的 国内不仅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 而且还被脱钩 无法在国际上抱团取暖 只能依赖内循环 然而恰恰我们自己内部 也有一团糟的问题 根本上是内部市场法制度 自由度较低的根源 长期不能解决 这使得技术缺乏原创性 而且我们的贫富差距不比发达国家乐观 原先一直依赖的房产经济现在不仅无法支持发展 甚至还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 计划生育和贫富差距的恶果之一就是人口生育率极低 人口老龄化 外加人口减少 这些因素都让中国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国庆遇上中秋 双截黄金周 外加亚运会 酒店价格涨得飞起 动车站飞机场到处都是人 这两天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大家的消费热情起来了 其实热不热 不能单看消费形式 要看消费的额度 这两天你有没有觉得 从上到下饭举手了 要知道在国内的一线城市 企业宴请客户随随便便就上班 当然了 这贵的不是饭 贵的是酒水 比方说茅台 但是茅台也分不同的档次 两三千块钱 普通的飞天茅台 很多人还看不上 要喝就喝有年份的茅台 那茅台有年份 一瓶就过万 再配上了对应的饭钱 那是不是几万块钱就出去了 在16年17年那会儿 经济好的时候 没人把这个钱那回事 还是那句话 高成本得来高回报 有钱赚 成本高点也无所谓 那么今年是什么情况呢 中低端的餐饮 可能恢复的还行 但这种高端饭局的消费明显回落了 企业也开始消费降级了 之前企业的效益高 哪怕白请人吃一顿饭 也无所谓 就算拓展费了 但是现在企业发现 新客户不是请一两顿饭 就能换来的 所以大家的策略 也就开始保守了 先保住老客户再说 新客户吧 再等等 说白了 企业现在也没钱 可能大家会觉得 富人通胀 其实今年富人也没有钱 你都不用看财报 就看现在归上企业的利润就好了 连续几个月大幅下降 各大商人公司的利润 整体都在下降 大家为了保利润 基本上都在降本提效 但这个提效 一时半会还提不上来 所以大家只能降本了 而降本两条路 要么裁员 要么降开支 裁员把人逼到了大街上 降开支 大家就没钱消费 而且消费降级的 还不只是企业 消费降级的家庭当中 也很明显 之前要是有饭局 大家都愿意去 但是现在约饭的人都变少了 即便是AA 那算下来 钱也挺多 很肉桶 总的来看 钱 大家还是会继续发 只不过呢 更加精打细算了 出去旅游 可以 我仍能去 但是钱能少发的 仅仅少发 想刺激我消费 那就得给我足够的优惠 有羊毛能薅 去 如果没有 咱换一家 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因为我刚失业了 刚刚办完离职手续 北漂12年 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都说2023年会很难 各个公司都在裁人 最终我也没能逃得过失业 早上我还是正常早起 坐公交车 跨厂上班 午饭也是正常点外卖 下午老板突然召集大家开会 没错 工作就到今天 大家探讨接下来的打算 因为有两个男同事40岁了 也不好找工作 我压在35岁的线上 还有一个女同事 刚刚领证结婚 还没要小孩 意思就是大家找工作 都是各有各的男 我马上想到的 就是我每个月的固定开销 房租水电 吃喝拉撒 还有分期的信用卡 我每个月固定花销 大概8000块钱 还不算突如其来的就医 活着的每一天都需要成本 没有了收入来源 有点心慌 人到中年 没结婚没孩子 虽然会说 没有孩子的开销 就会省了一大笔 但是也不是两个人 共同抵御风险 近几年就业环境很差 这两年 北京有上百万家公司倒闭 特别是卡在35岁这个卡 高不成低不就 北漂被裁员 就好像是将你打入谷底 知道即将失业 就开始投简历找工作 但是目前都杳无音信 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知道被裁员的那一刻 我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 怕我妈担心 但我更怕她叨叨我 如果听她的 早点考个公园 该有多好 普通人以后十年的出入在哪里 无论过去你有多么的成功 那都是过去的事 还记得前几年 风风光光的房地产大牢 现在几乎都在排队等着破产 为什么呢 因为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借了新债还旧债 最后一定是挖一个大坑 买自己 那些贷款买房的人们 也是这样 你借了钱买了房子 提前过上了住楼的日子 这以后可不就是还债的日子吗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 大家基本都是在挣钱还债的阶段 再加上持续三年的疫情 目前我们进入了 从当年的消费升级 转向消费低迷的这个阶段 当前社会的主流人群 都处于手持20年或30年债务的状态 为了还债 大家都没有消费的意愿 消费低迷 经济持续走低 那我们普通人将来怎么办呢 我嘱咐大家 请大家不要期盼出现什么风口 也不要去追什么风口 开头我说了 所有的你看得见的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你不可能抓得住 如果你觉得你看到了风口 那一定是别人给你下的摊 故意想让你看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消费低迷啊 不可能有什么大的风口 即使有什么烧中即湿的这个风口 也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 所以我叮嘱大家 不要上当 我现在咋的信念 专之客 你还可以看到 是